很多老一輩都覺得踢球是沒有前途 有些人會打擊你說夢想不可以當飯吃 我又不會覺得是這樣想 其實散港杯這個平台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本身球會機會少 被加洛Sir選中都有點意外和驚喜 知道是10月晚的時候自己都有點緊張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走出來射落 因為身為一個前鋒 我覺得是應該入到球之前 希望可以擔起這個責任 這個機會其實都會受到很多球會 或者其他媒體的關注 孤力那邊現在目標很明確 爭這個聯賽冠軍 出我的新人會有一點點冒險 所以希望這次來到飛馬 可以有另一個發展的機會 這兩季其實出場的機會都比較少 真的沒有試過 真的一直一段時間可以踢正選 所以希望這次來到 除了為球隊的戰術上的變化之外 都可以為他們注入一個新的衝擊 之前他們 另一個前鋒 劉培豐 可能現在沒有踢 可能有一個 缺位在這裡 希望可以爭取多點上場機會 希望透過訓練或者其他有賽的時候 可以表現得出給他們看我 是有能力的 看陳少奇踢球也很多 因為他始終在球圈立足了這麼多年 但是合作真的是第一次 都很友善的 無論在球場外球場內 還有我覺得他都算是一個領袖 雖然他的位置上 今年可能改變了 但是希望在訓練都可以學到他的射術 或者門前的把握能力 我沒有後悔過當初14歲 放棄足球訓練 因為我覺得不同階段要做不同階段的事 當初我選了讀書 其實我也覺得是正確的 讀完書之後回來三年 第一年就在銀行做 做了一年 第二年就踢大埔 第三年到現在 第一年投身社會 對於自己做什麼 或者到將來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經過那一年之後 我覺得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 那時候銀行都是做 客人服務的工作多 都悶的 因為其實我不是一個 很喜歡坐下來工作的人 其實他們很支持我 真的說我選擇足球 所以當初我想踢球 他們都沒有說怎樣為難我 這方面其實他們的自由度 比我都很高 可以這樣說 我媽媽都在英國回來 她都來支持我 還有女朋友和我姐姐和我姐夫 所以結束了一場 都想跟她們拍一張合照 爭取到機會之餘 希望都可以保持踢到前鋒這個位置 因為其實很多球員 你說沒有踢的時候 很多會轉型 希望今年的定位會清晰一點 所以都是維持踢前鋒 始終一位球員都不甘於做後備 希望可以在這一兩年的時間 可以提升到自己的足球水平 或者應有的態度 怎樣都好 希望在這幾年彌補 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專業的球員 頂ia 按一按 走 鈴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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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